你日空日空 總統大學選擇 剩下半年 但民調的態勢就已經開始了 今天出爐的最新的民調的結果 在哪個對國的政行之下 韓國瑜的機器都頭一半半三成 輸出的民眾近十個百分點 大家注意的是在過代民 或是國民體加進建局的政行 對選情影響的聽到 跟它們越來越降低 的確是我們感覺到國家機器 動得非常的厲害 他還有三年多來證明 他有這個意思要把市長做好 蔡總統要求韓市長好好做這三年 民體總統大選會有味 可能要延續到每年 但是民調的態勢已經開始了 由七月底到八月二日 只要五分以上的民調已經出來 結果都一樣 在哪個對國的政行之下 出現現的高車點 韓國瑜的輸出的門越來越多 民調的結果在七月中 開始進行六百民調 最新的結果顯示韓國瑜的支持 第一次比較沒有三聲 川雲零先到將近十個百分點 韓國瑜現在贏過蔡英文的分眾裡面 只剩下五十到五十九歲 桃竹苗 東部離島 東部離島跟泛南 這都幾乎就是 已經退到藍軍的最基本盤的部分了 如果在對國韓國瑜比較輸 韓國瑜的支持者 現在過去一個多月 流失百分之十十點五 出門是增加百分之八點二 那如果加上過蔡英國瑜參選 這樣會如何 反而向交流選舉 我們看民調的結果 反而是對韓國瑜是有利的 韓國瑜的差距反而變小 目前民調的結果 都是他拿在對國來做調查 但是八二三 過台民國瑜鐵 韓金平有可能的經民 跟會有重大選擇 也感動到選情的變化